春秋时期,有个人叫姨舍,他和齐王关系不错,也就是皇上,有一天,皇上就喊着姨舍一起喝酒,两个人喝得很开心,然后在姨舍临走的时候,皇上又赏了他一壶酒,让他带回去喝,结果这个姨舍在出宫门的时候,就被门卫给拦下了,门卫说,姨舍大人,你看啊,您这也喝得差不多了,小的呢,长这么大,也没有尝过这玉酒的滋味,您看看这样,您能不能把这壶酒就赏给小的? 姨舍一听,勃然大怒,说你算个什么东西,连姨王赏赐的酒你也敢喝,你是活够了吧,然后大摇大摆的扬长而去,这个门卫很生气,看了一眼,四周没有人,然后端出一盆水就泼在了这宫门口,第二天,皇上在出宫的时候,就看到这里有一片冰,然后皇上就问是谁这么大胆,敢在这里撒尿,此时,门卫就过来,说了一句话,说我昨天晚上在值班的时候, 看到了姨舍大人在这里,站了一会儿,估计是姨舍大人喝多了,才尿在了这里,皇上一听,直接将姨舍满门抄斩,姨舍还睡觉呢,小命就没了,这个故事您看懂了吗? 各位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,不要与任何人发生冲突,哪怕有着一点不起眼的小利益,你也要先打量一下对方的人品和背景,然后再去选择,在生活当中,如果你能做到见孩子,夸他聪明,见老人夸他年轻,见女人夸他漂亮,见男人夸他有气质,见穷人夸他本分,见富人夸他有本事,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, 你的人生路将会越走越宽,各位,你想想与其得罪他,何不结合善缘呢?您觉得呢?